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那车稍微有点伤 所以我们就没收 但那一期节目呢 我们只是说了一下这个车的一个收车的过程 但是关于斯波瑞这个车本质上的一些优缺点呢 并没有详细的说 那么因此呢 今天再单独把斯波瑞拎出来 给大家重新做一期节目 为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车的上排日期是10年的5月 属于09款斯波瑞的豪华版 大家可能听到豪华版这三个字 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高配 但其实豪华版只不过是斯波瑞的这个配置命名里边 一个最低配而已 当年的指导价是23万7千8 然后斯波瑞当年的全系的价格从23万7千8到27万1千8都有 关于这个价格呢 当年的这个消费者对它的评价是非常非常两极分化的 比如说在一些本田的这个脑残粉眼里 包括在东风本田自己的眼里 关于它的价格评价是这样的 哇 这车也太便宜了 这可是欧哥TSX的原型车 欧哥当年要40多万 这车才要20多万 太有性价比了 但是呢 在很多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眼里 关于它的价格评价是这样的 这车也太贵了吧 这车不就是欧本雅阁吗 国外连个斯波瑞的名字都没有 这车后排空间没有雅阁大 还没有雅阁保值 我有什么理由不买雅阁呢 斯波瑞当年新车为什么卖不好啊 价格贵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 是后排空间非常小 但今天我通过实测 我发现斯波瑞这车空间其实还挺大的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哇 简直太宽大了 轻松翘二郎腿 感觉就像行政级轿车一样 纵向舒适 正儿八经的说 斯波瑞的后排空间肯定在同级别当中 占不到任何优势 尤其是跟那些强调空间强调后排空间的这个行政级别的B级车来相比 那更加是劣势尽 如果你想得到一点心理优势呢 拿它跟A级车比一下 你心里面会舒服很多 为什么那时候 这个斯波瑞的销量不好啊 后排空间也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09年那会儿 斯波瑞刚推出来那会儿 国内的很多的家庭买车 其实还是这个家庭的第一台车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一家老小共用一台车的情况下 大家肯定都希望这台车能够扮演尽可能多的角色 比如说这个车动力要好 外观要好看 价格要便宜 完了空间还要大 对吧 但是呢 回到现在17年了 大家对汽车的需求已经不再是那种要求大而全了 而是有更多的人会选择那种自己喜欢的强调个性的车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斯波瑞的机会就来了 尤其是二手斯波瑞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推移 对吧 价格也下来了 原来最大的劣势没了 所以斯波瑞这个车在二车市场呈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反这个二车的规律 他当年的新车很差 销量很差 但是呢 他二手车的销量 却出乎意料的 很好 他现在的价格 二车价格很便宜 甚至比雅各还要便宜 但是呢他的配置要比雅各要高很多很多 这反而成为他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这个车的配置真的 多到你无法想象 以这台车为例 他只是一个豪华版最低配最低配啊 他有哪些配置呢 电动后视镜折叠 座椅记忆 无要是进入 无要是启动 定速巡航 座椅加热 竟然还有换挡拨片 这些方面东西加起来 是你在这个级别里面 买其他的车 完全想象不到的 这个车配置之丰富啊 尤其是高低配之间 它的配置差异很小 其实你买一个最低配的 配置都已经完全够用了 所以说这个车配置之丰富 你把它叫做东阳比亚迪 都一点都不过分 关于斯伯瑞这个车 二手车鉴定这方面 其实真的超级简单 这个车的机舱相当空 所有的结构 你都能够一目了然的去看清楚 那么关于斯伯瑞这车 其实它跟雅阁的这个鉴定啊 有方方面面太多相似的地方 我给大家随便分享一个东西 你想知道斯伯瑞前面有没有大转过 其实看一个方面就很好 通过这个位置 能看到它的水箱的牌子 只要它这个牌子 不是登搜的 那就证明它的水箱肯定换过 只要是斯伯瑞的 就本田全系基本上用的 都是登搜 这个牌子的这个水箱 登搜DENSO 中文名叫电桩 然后呢在这个背面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合格 然后完了里面写上了这个水箱的出产日期 只要这个出产日期 在这个整车的生产日期之前 那就证明这个水箱是原厂的 那就说明它水箱没换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基本能够证明这个车前面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故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趴下来 从这个位置 往里面去看 打按手电筒 如果你没有手电筒 用手机 用手机的光源 跪下来 然后从这个里面去看 从这边呢 就可以直接杀到这个梁头 这个梁头内上面有几颗螺丝 从这个位置 一眼就能够看清楚 如果它前面发生个大撞的话 它梁头肯定会动 对不对 而且它的下边梁 水箱框架的下梁 也在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一眼扫过去 扫到右边 右边扫到左边 就能够一眼看清楚 所以说关于事故 这个车是很好看的 那么 再说一下斯伯瑞 其他的二手车方面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车真的非常的耐用 你可能过了很多年 它的机子都不会漏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 机子很干爽 你不需要动什么东西 而且它本身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通病 然后关于看本田的 K24Z5的发动机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这个发动机 这块有一个乳白色的胶 只要它原厂 这个胶 那有一块凸起的这个东西 注意啊 它是凸起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反而证明它的发动机是原厂没动过的 大家不要看这里有一块胶 它凸出来好像感觉好像是厚打的胶 这其实反而才证明 它的机子是原厂 而且没拆过的 另外呢 它的螺丝周边其实也很好看 这是这是观察它的机子有没有动过的 关于德国车 宝马 奥迪这些车 它如果动过青门市盖店 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如果关于本田的机子 你如果动过这个青门市盖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本田的机子基本上不都不会漏油 所以你没有动这个机子的这个必要 所以它一旦如果动机子呢 那就证明这个机子有可能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 但是关于斯波瑞以及所有东风本田旗下的车 你去买二手车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很多人知道买一台二手车 要去查维修保管记录 对不对 但是呢 东风本田 它经常性的会把系统关闭 所以呢 你会查不到这个维修保管记录 但是呢 东风本田 它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 所有的系统都是全网连着的 所以说你哪怕是在广东买的一个二手车 你在北京的东风本田 塞的店 你也能够查到这个车所有的维修保管记录 所以呢 买东风本田旗下的二手车的时候 不要怕麻烦 去塞的店跑一趟 把所有的维修保管记录调出来 能够更加有助于你把这个车的车况 搞得更清楚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 Noah 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小短片啊 这台四伯瑞它加速成绩啊 真的没有小短片里面那么夸张 它的提速 百公里提速10.5秒 这个成绩放到现在来看 真的相当一般 放当年看其实也很一般 因为当年的雅阁 其实加速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成绩 你想想 你是一台标榜运动的车啊 我的哥 你的加速成绩 竟然和一台雅阁差不多 你有什么脸说自己是运动 对不对 而且以你的这个预算 如果当年真要追求运动那批人 他肯定去买GTI了 对吧 GTI的价格23万多的指导价 比你这个车不知道要快多少 对吧 所以说四伯瑞虽然是一台标榜运动的车 但其实它运动的真的一点都不彻底 它给你带来的所有的感觉 都只是一些假象 比如说这个油门的踏板 刹车踏板 还有这个方向盘的手感 它比雅阁真的都要更沉 然后更有质感一些 但是这和运动 我感觉 反正我个人感觉是搭不上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值得夸奖的是 就是它的底盘的质感 真的要比雅阁强不少 而且它的底盘的绿震和隔音 也比雅阁要强不少 大家可能会听着觉得有点奇葩 就是在一台强调舒适强调家用的这么一台这个雅阁上面 它隔音反而做的很烂 但是在一台标榜运动的这个斯波瑞上面 它的隔音和这个底盘的绿震反而要做的比雅阁更好 这你很难理解 我也很难理解 你也不知道这个本田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原因归结于斯波瑞 它当年的原型车是欧哥TSX上面 毕竟是一台豪华品牌的换标车嘛 对吧 它的做工 它的设计感 肯定不是说你一台这个二十多万的雅阁能比的 所以因此也是斯波瑞当年为什么卖二十三万七千八到二十七万多的价格 还依然有人买 它终归还是有一些它不可替代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嘛 对吧 那么因此关于这台车的结论大家就出来了 这台车当年它卖不好 就是因为第一价格贵 第二后排空间小 第三呢 就是因为它其实说运动 但其实一点都不运动 但是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它的外形年轻化 完了当时是 毕竟是一台欧哥TSX的原型车 换标换成本田标 然后价格从四十多万降到二十多万 对吧 这方面还是能够给车主带来那么一丢丢的这个心理的慰藉的 对吧 最后再来说回二手斯波瑞的价格 和雅阁凯美瑞天籁比起来 斯波瑞的价格显得不是那么的稳定 你比如说雅阁凯美瑞天籁 它可能在全国各地 它的价格基本上都差不了太多 可能只有一些变态的地方 比如说在广东日系车特别的贵 然后在别的地方呢 它的价格基本上全国相差不了多少 上下也就几千块钱 对吧 但是斯波瑞不同 斯波瑞这车在国内啊 有些地方比较韧 它就好卖 价格呢也能卖得上去 有些地方它不韧 斯波瑞这车甚至有点不好卖 所以这是斯波瑞的二手价格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完事呢 斯波瑞的价格总体来说 要比雅阁要相对便宜一点 雅阁2.4的价格 我感觉二手斯波瑞的价格 它总体要比雅阁2.4的价格 要相对低一点 然后相对来说呢 它跟2.0的雅阁的价格 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线上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仅供大家参考 可能也会因为地域之间有差异 导致这个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这个价格 最好是去自己本地的市场 以及自己本地的一些靠谱的网站上面去看 多看多留心 关于二手斯波瑞的方方面面 基本上也算是说到位了 那OK 本期的唐主撩车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 拜拜